大家好,我們剛剛講完共產黨的八年抗戰 記住是八年,八年抗戰 大小會戰,不合數十場 而共產黨說得出有數,第一就是平營關,所謂的大節 接著是臨份之戰,是朱德打的 接著是最威風的,就是八團會戰 這個我們下一步再講 在這個平營關大節之後 其實中央中央有沒有給電話林彪 即是有電報給林彪,怎樣指令我們不知道 究竟是不是有沒有指令他不得再戰呢 這個不知道,不過肯定一樣 當時指令他化整為零 腿港就叫做進入淪陷區 很威風,進入淪陷區 進入淪陷區裏面就去帶領農民 做打油擊戰 接著就在農村裏面發展 而事實上當時八年抗戰來說 基本上大地小戰有很多人打 國軍就棲場 國軍跟日本人正面對你打什麼 打一打城市戰 即是對你打陣地戰 完全都是硬仗 因為日本人攻過來 攻就成市 於是打 幾十萬軍隊到幾十萬軍隊 你又拿著一些暴槍 人家又坦克又大炮 所以國軍一直來講 傷亡都很嚴重 第二 而共產黨進入淪陷區之後 通常我們當時講的一個縣裏面 一個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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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縣裏面有部分是日本人佔領的 有部分是國軍守著 即是炎石山守的 有部分是八路軍守著的 他互不協調的 基本上 八路軍有國軍和入軍在一起 當然 偶爾跳出來 統日本人佔領 這個 就在這個情況下 一直延續到八年抗戰結束 這個就是當時 第八路軍在山西的情況 嚴石山當然痛苦 平均大戰 八路軍打贏了 接著 板原師團 死了一個女兒 傷亡慘重 接著調兵遣將 接著直衝太原 接著他其實想和 嚴石山打了殲滅戰 因為嚴石山當然有軍隊 而當時國民政府也有死命令 給所有的部隊 第一 守城的守城 守地的守地 如果是省長 你怎麼走 你不可以離開你的省界 比如山東的韓復渠 離開省界 槍斃 你怎麼走 你不可以退出自己的省界 而當時也被死命令 嚴石山 他不得退 當時我們有條黃河 在橫跨山西和河南之間 嚴山部隊 絕對不可以退過黃河 渡過黃河 南渡 進入河南 死都留在山西和日本人一起 哇 真可憐 因為當時 蔣介石也知道 山西的地形是險要 所以他為了支持 嚴石山 派遣了衛立王 帶領中央軍 協助嚴石山去守山西 但是 嚴石山雖然 得到衛立王的軍事支援 但是對於嚴石山來說 其實他對於日本人的態度 其實挺曖昧的 有一句說話說 就是 偷雞不倒 就蝕渣米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 嚴石山 就跟板門 有這個師徒關係 板門就是他老師 在日本時候 士官學校的教官 專師送道 哇 還跟老師一開仗 嚴石山 就是他的學生 板門 就曾經 在盧溝橋事變之前 就借機會去探訪 借機會去太原探訪 嚴石山 趁機會 就把山西 所有的環境 都巡視過一次 摸底 摸底 所以 嚴石山 就很傻 就以為 板門 是自己的老師 當然會疼自己 誰知道 板門不是這樣想 好了 嚴石山 一直來講 都是想著 日本人 你不要打我 我就找人跟你談 大家怎樣 就講和 四四六六拆碰他 但日本人不是這樣想 所以 當他知道 板門師團 直逼太原的時候 於是 他又找人笨 這次找誰笨呢 就找傅作義笨 跟傅作義說 你呢 傅將軍 你守城威水 不如你就帶領自己的部隊 守住太原 太原就不能輕而失 太原要打 打到最後 打到最後 然後才知道 一兵一著 才想想怎樣 他又是相機處理 自己呢 在板門兵團來之前 就帶自己的部隊 切離開太原 你看到嗎 嚴石山為了 要保存自己的實力 於是就帶領自己的部隊 切離開太原 就留回太原 就被傅作義守 那些部隊 當時來講 夾夾起來 因為傅作義的部隊 在打太原之前 都打過幾場的戰役 損失都很慘重 那麼 差不多是一萬人左右 他的部隊 就守住太原 你想想太原 一個這麼重要的地方 那麼 老弱殘兵 那一萬多人 那是怎樣可以抵抗 抵抗著 這個日本人的部隊呢 那 不過呢 當日本人來的時候 其實傅作義 都很堅守的 那他怎樣堅守法呢 他用了一招 也叫封城 就是不讓人 進入這個 不讓人離開這個城 一定要是死守 那 真是執行這個 是國民政府的命令 守地 對 守到最後一刻 雖然說他是封城 那 但是呢 當時他的部隊 都很害怕的 所以呢 也有 有些人 就 趁著機會 就撩走 那 但是呢 傅作義呢 都在堅守下去 那 結果呢 沒辦法了 日本人呢 有飛機 飛機大砲一齊 對 飛機炸你 然後又大砲 又當時的 坦克車 一路呢 步步進逼 那 變成呢 到最後呢 傅作義呢 就沒有辦法了 就在到最後的一刻呢 就呢 命令自己的部隊呢 就撤離開太原 那 傅作義撤離開太原之後呢 原本他想著 哇 死定了 因為 蔣介石有命令嘛 不准撤走嘛 一走就要槍斃嘛 死定了 那怎麼辦呢 那 我撤離開太原了 那 那 傅作義就想到一招了 不如呢 就自己 上書 給中央 就要求呢 是中央處分 那結果呢 就當時呢 因為 蔣介石呢 就知道傅作義呢 都已經以盡全力了 所以呢 就寬恕了他 就沒有 對他呢 有一個 很大的處分 其實說到這裏呢 在城市戰呢 是國軍去打的 正面交鋒 即是兩軍對立 即是幾十萬對幾十萬 那當然啦 大家都 共同的兵器呢 那幾十萬對幾十萬 其實可以打 不過很不幸 我們國軍呢 坦白說 如果大家看上呢 除了頭盔漂亮以外 德式頭盔以外呢 其他裝備呢 都是跟日本比呢 就真的超越 日本有飛機大炮 也有迫擊炮很厲害 那所以 在某個程度上 國軍呢 在陣地戰呢 在城市戰呢 大戰呢 基本上呢 就是 輸多人少 以及 死得多 坦白的 這個就是這個事實 而山西 也都 有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一點呢 就是 百路軍呢 就作為進入敵後 這個進入敵後呢 也是他們 本身 共產黨的一個發展 他們要求一個發展 求發展就是 佔地盤 佔農村 而日本人 部隊呢 基本上 對整個戰爭的身上 都是源自公路打 公路佔領 鐵路 以及大城市 其實小鄉小鎮 根本也派不到兵 去守 或者怎樣 那麼在這個情況出現呢 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補給問題 特別這個補給呢 在山西省呢 是比較嚴重的 嚴重的 第一就是地形問題 因為市場是高地嘛 那麼你由 他們的補給都是說 由北京 北京呢 即是所謂不平 天津去補給 然後鐵路 而運去山西 而農村地方呢 就被共產黨捷擊 因為佔山東又是激點 背後又捅了一刀 背後又捅了一刀 於是在這個糾纏下呢 整個那個戰局呢 雖然日本呢 就在 即是一三八年 一月已經佔領了太原 佔領太原 也同時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基本上當時 上海失守了 南京也失守了 是的 所以呢 如果看回 從日本人的戰略去看呢 他們不是很喜歡 他們不是很贊成 阿板援去佔領太原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剛才 麥卿說到那個 補給問題 而且呢 當時日本的 駐中國的總司令 治內授一 就覺得 要打贏中國呢 必定呢 就要尋找中國的主力部隊 就去打他 那所以呢 在發動這個太原戰爭的同時呢 上海 南京呢 也都打得很激烈 尤其是呢 我們上一集都說到 這個是松戶匯戰的時候呢 當時來講呢 國民政府就集中了主力部隊 去保衛這個上海的 那這個舉動呢 就吸引了 日本的軍部認為 這個是殲滅中國主力部隊的一個時機 那所以呢 中國當時呢 就用這個主力部隊的方式呢 去吸引著日本的軍隊 將它呢 帶去長江沿岸的地方 那而長江沿岸呢 也是中國一個比較富庶的地方 日本人自己呢 計算過就是說 如果他打贏那個地方 佔領了 可以在一個富庶的地方拿補給嘛 是吧 那因此呢 他們呢 就比較重視呢 在長江沿岸的戰役 那因此呢 在這個呢 在太原保衛戰打完之後呢 日本人的那個 注意力 沒有繼續在太原 而呢 反之而呢 就集中在 南京沿岸的地方 即是長江沿岸的地方 尤其是在南京保衛戰 南京打完之後呢 他們呢 更加進一步呢 就想直撲除洲 那所以呢 就爆發了後來 1938年3月的 所謂的台宜莊戰役了 在這裏呢 基本上 太原戰役 太原失守了之後呢 其實整個山西戰局呢 都是一個拉鞋 這個拉鞋 日本人基本上 那些軍隊 也都沒有再深入 就是 都是 在黃河布防 那也都 嚴石山部隊呢 都是黃河 即是以南地方布防 那其實 其實以南呢 就是河南 有部份是閃西 那當然 另外一隻腳 叫做踩著在山西的 所以不用 就是不用軍閥處理 那所以都維持在 嚴石山部隊 都維持在山西的 那個小角落 那而 整個 華北戰場 我們現在當作 華北戰場來說 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拉鞋戰 而這個拉鞋戰呢 一直延續八年 那就是這樣 那好了 日本 本身他一直有個 有個 有個奇怪的想法 日本人打中國 其實很奇怪 三個月黃華 接著六個月 那對黃華 他的指標就是 攻佔你首都 接著跟你談和 講條件 南京 他佔領南京之後 接著是哇 沙倫 因為火都來了 上海打到傷亡慘重 這次南京有殺平民 日本人最厲害 殺平民 奸淫努力 甚麼都要 要令中國屈服 令中國屈服 恐嚇 這些等於跟那些 林友那些作風一樣 那些黑社會作風 好了 而 基本上當時 他也透過德國大使 就交了韓書 給中國 他叫和書 和書 中國投降 然後日本就好了 如果日本 給你三天考慮 那你投降 然後 搞定 然後日本就想 入兵 想著 收檔 可以回家 其實日本人根本想著 打中國 沒有想著打一長時間 是啊 而當時來講 在這個戰爭的同時 其實是 中國 當時 國民政府 和日本政府之間 那個來往 其實也是十分之頻繁的 日本 邊打 邊成立 偽政府 例如 好像在1938年的1月 就已經 在北平 成立了一個 偽的 臨時政府 去管治 日本人 成立這個偽政權 作用就是 要利用 中國的環境 去分裂中國 在中國 成立 不同 大大小小的 政權 以圖分化中國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中國當然沒有理由 接受你的條件 尤其是 在抗日的 過程中 這麼艱鉅 只要國民政府 露出少少的 有意和日本 談和的 意圖的話 都會被日本 炒作 成為瓦解 中國軍民 抗日之心的 一個 毒藥 所以 這是一個十分之危險的 時刻 好了 在這個時間 同時發生 所謂 南京 鄰陷 基本上 在南京鄰陷之前 國軍 已經宣佈 蔣介石 遷都 重慶 但是軍事主力 遷都 武漢 同時遷都武漢 國民政府 在武漢 開了全國代表大會 然後 在代表大會 當時也下了幾個決議 這個決議 第一 當時有人提出決議 當然選了蔣介石做總裁 副總裁 就選了汪精衛 同時有個決議 是新加坡人 叫陳根武 很出名 華僑來的 華僑 習美學社的創辦人 當時他就在新加坡 打電話回來 就要求提出 加一個條款 犯 國際官吏 提出 和日本以和者 就是 漢奸罪論 他提出來 說他一提出來 當時讀這個決議 就是汪精衛讀的 汪精衛讀的 汪精衛讀 說面色大變 當時他已經選了副總裁 我不知道為何面色大變 我不知道 不過後期發展可能要 最後大家通過了這個議案 通過了這個議案 之後所有人 不得提出和日本以和 基本上當時的社會氣氛 其實1937、1938 整個中國的抗戰 是剛剛開始 而這個剛剛開始 我們看到 中國基本嚴格說 五分一 江山都沒有了 由北京一直數 河北一直數到沿海 上海南京 一直數下來 都沒有了一大半 是啊 又去浙江都沒有了 連那個 叫做韓州都沒有了 連韓州都輸了 其實當時的人心 都在動動著 在這個動動的時候 開過全國代表大會 凡官理者提出日本以和 漢奸罪論 這個其實真的不錯 不好意思 那個是陳嘉庚先生 陳嘉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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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庚武就是一個 以前廣大的校長 陳嘉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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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慈善家 大介育家 新加坡很出名 好像水牛車那些地方 對呀 很厲害 對於中國的貢獻 很大 這位華僑 剛剛講到 遷到武漢之後 已經宣布遷到重慶 但是軍事委員會 仍然在武漢辦公 當時來講 由於日本人的矛頭 直指徐州 當時來講 國民革命軍 要頂住日本人 讓他不要輕易拿到徐州 希望用這個方法 換彩在武漢地方 作一個守備的時間 多些時間 完成在武漢的防禦公事 去應付日本人 因為在長江來講 南京失守之後 下一站就是武漢 武漢如果失守的話 整個華中地方都沒有了 所以在時間上 就要在徐州頂住一陣 在徐州頂住一陣的話 徐州是四戰之地 交鋒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在徐州的東北面 一個地方叫台宜莊 在台宜莊 就跟日本人作一個正面的對峙 這個也是一個幸運的 講到這裡我們也要講 整個徐州來講是平原地方 所謂四戰之地 如果大家熟讀三國看三國 徐州、劉備都佔過幾次 其實因為那個是平原 所以我們叫華北還是華中 江懷平原 江懷平原 那些平原地方 當時嚴格說的是古戰場 為什麼古戰場呢 大家都很好打的 無險開手的 鬥大隻 當時古代兵器鬥大隻 當時抗戰的時候 現代法部隊也用大隻 日本有機下法部隊 國軍只是掘戰號 基本上在徐州這個地方 嚴格說的國軍都無險開手 唯一開手就是東南面 而台州的地方也是一個 因為其實是一個村莊 這個所謂的村莊 有很多排屋 一個村莊有很多排一排的屋 而這些屋也是 因為當時建的時 很漂亮 一些青磚石 那些屋是很漂亮 所以台宜莊其實是一個村莊 而這個村莊 亦都是這麼幸運 因為都很密集 那這些密集令到日本的機下法部隊 似乎又發揮不到所長 一方面是這樣的 另一方面就是當時 台宜莊戰役裡面 一個香港人很熟悉的 叫做機谷連戒 就是主持他知道的部隊 就認為在中國軍隊 這麼容易打的 於是就長驅直入 直指台宜莊 而當時台宜莊的首將是誰呢 台宜莊 當時劃分為第五戰區 跟武漢連成一個戰區 當時由李宗仁將軍負責 李宗仁將軍 當時叫做貴系 即是廣西的軍人 這個也是蔣介石 在抗日時候 是第二支 依賴的地方派系的軍人 一支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鹽石山的部隊 另一個就是貴系 李宗仁和白崇禧 白崇禧就是現在很出名的 一個是藝術家文學家 白鮮勇先生的爸爸 也很出名的 當時來說 還有一個就是 在南京已經輸了他的身家 輸了他的軍隊的唐生智 唐生智就在南京保育戰之後 輸了之後 就去重慶那裏投行自殺 另一支部隊 就是南面的廣東部隊 就是張法輝 蔡廷佳的部隊 這支呢 蔣介石對他有戒心的 所以 在抗日的時間 李宗仁、白崇禧和蔣介石的關係 就特別密切 而蔣介石呢 就是自己拿著中央軍 就守住在武漢地方 就叫李宗仁去守住台宜莊 而當時台宜莊地方 李宗仁部隊 只有他貴系的部隊 而在台宜莊地方 就還有其他的部隊 其中一支部隊 就由四川調過來的 就叫村軍 即是四川就是村 村軍可以打的 但是那支軍隊 就由孫鎮去帶領的 就出了名難搞的 為什麼難搞呢 他們雖然有抗日之心 但是呢 因為那些人窮 又沒有武器 於是呢 就難免有打家劫舍 搶野 擾亂治安秩序的問題 所以當時來說 這支部隊 雖然是 跟軍事委員會說 喂 我去抗日 但是其他戰區 都不用他的 那死火了 那怎麼搞呢 那 當時呢 蔣介石 就叫了 白崇熙 喂 這支部隊怎麼搞呢 給你用呢 白崇熙呢 就打電話給李中仁 李將軍 現在有支部隊 你收不收啊 那李中仁計一計 我要守台宜莊 守徐州 不夠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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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都好 都調過去 所以村軍過去 孫鎮部隊 對於李中仁 收留他 就十分之感動 所以後來呢 在台宜莊戰役裡面 有一個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很好的表現 的一支部隊 當然我剛才也說到 台宜莊其實是一個村莊 是一個山區的村莊 而這個山區 即是有二十幾條街 那些屋 那些村屋 都排得很密 很密的村 好了 接著 台宜莊會戰 我們說的 其實是3月29日 應該是3月29日 應該是3月29日 3月29日 於是一打 又跟日本一碰 因為在一個村莊 又跟村莊 大家基本上 打到 是肉搏戰 3月23日 就開始 3月23日 一直打 打到 4月7日 而這個整個過程 是淒涼 打得很慘烈 很慘烈 為什麼慘烈呢 村軍當時 要出國將 由四川 來到 來到徐州 打國將 國家打仗 是 事實上他們的兵器 又不精良 而入撲控 然後 台將 有個地勢也好 有些村 於是形成 日本的飢餓部隊 又不是怎麼用 於是出現的情況 大家就欲搏 欲搏 欲搏 而台將打到的情況 就是 隔著一間屋開炮 兩邊 我在這邊 你在那邊 隔著一間屋開炮 這麼近的 屋子和屋子之間 那些磚 那些磚 新枝槍是假裝打 其實打得很慘烈 日本從來沒有打過這樣的仗 像巷戰一樣 基本上是打了巷戰 因為有二十幾棚屋 二十幾棚屋 而大家的人數 也是相約 於是 在這個情況下 日本 最後都很淒涼 而這個台宜莊是 我們給大家看一些數字 當然是平淫關和台宜莊分別 台宜莊 日本是打死了 一萬個入軍 一萬人 一萬人 平淫關 打死一千個入軍 催促到今天 所以相對來說 戰役的規模 其實就差很遠 這一場戰役 台宜莊大節 令到李宗仁成為當時舉國的英雄 並且 因為台宜莊戰役裡面 除了是村軍之外 還有來自宋哲元部隊的張志忠 以及中央軍的湯欣伯 湯欣伯雖然是中央軍 但是對於李宗仁也有些戒替 李宗仁叫他 你進兵了 湯欣伯死人都不動 導致李宗仁要親自打電話 叫蔣介石下命令 進兵了 中央軍 又下死命令 去出兵 哇 最後呢 幸好他及時出兵 變成能夠打贏台宜莊之役 其實台宜莊之役 這個大節 全國振奮 因為真是硬 打起來是硬仗 而真是 打到日本要退兵 這一仗 又令到日本 傷亡慘重 下節再講徐州保衛戰 好 我們講到這裡為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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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